奉主耶稣圣明 我们继续来分享 然后继续来一起学习 你们都很认真 因为我真的觉得说 我们都很看重自己的家庭 我们也看重自己的孩子 因为我们的看重 所以我们会想要去做学习 那这个上面 就是我们刚刚 我们已经说到 是前一节课 我们一起看到的东西 不是那么容易做 可是还是要说 那说了之后 我们造成差异性 来一起学习 那这一节课 我想说我们用 大概35分钟的时间 我们一起可以聊一聊 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碰见的 生活上的情境 或是我们现实碰见的问题 等等 你们也可以提出 可是因为可能场地的关系 我不知道你们 是不是自己很舒服 去提出一些想法跟问题 如果有你就举手 OK 我会想到是说 延续刚刚的东西 孩子进入到18之后 我不知道是不是符合你们这个年龄层的孩子 我不清楚 我猜了 我看你们那么年轻 应该是18吧 你们的孩子 好 更大 所以你们更年轻了 好 18之后 我们谈一下18之后的发展 因为去年我们来谈到青少年跟孩子的发展 18之后的发展比较特别 也是因为他产生了一些自主的东西开始进来 而且是很明显的 自主 自主权的东西进来差不多产生在15岁 大概 可是现在有一点点delay 不过无所谓 大概大概是这个年纪 也就是青春期 差不多高中的时候 现在好像又有一点提前 有一些好像蛮自我的东西 大概小学之后就出现了 有一些 好 那个我们上一次谈 我们聊一聊就是说 他经过我们的教导 我们的影响之后 大概18岁的时候 会比较明显出现 特别是教会的孩子 他会比较出现自我的这一块 有的在17 有的在17 我现在要讲说 他那个是一个peak 就是高峰期 他高峰期最厉害是在17 18的时候 那17 18之前 他的高峰期出现是无聊 就是他对什么东西都很无聊 他不论是学习 不论是什么 他都觉得很无聊 这是他的发展期 他会过 就如果你跟他过不去那块 可能就一直停留很久 可是如果你就知道 哦 他就是一段嘛 比如说我们会更年期啊 也是一段 你不可能一直更年期 诶 更年期好像就是一直长久 好好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症状 我是说症状 就是说他停留 就是有几年的时间 他会过 那之后你就又OK了 有没有 然后他也是一样有几段 那我们讲后期 因为这个层面可能是在高中 跟后来大学 或者更大 他一直讲下去 他那个高峰期出现自我的东西 自我的东西如果没有拿到 他会沮丧 我说的拿到 就是说他在生活上 跟我们的相处 他如果没有觉得 我有做决定的权利 或是机会 他很容易沮丧 这一代 他很沮丧 那他沮丧不太容易看出来 因为他平常就看起来很沮丧 不太容易察觉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一些 就是说想法 他沮丧出现在 就是他没有意见 你问他他没有意见 那个是沮丧的一个征兆出来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他很乖 他没有意见就是OK 有一个可能性 当然有的天生的孩子 他一出来就是没有意见 你不要在这边挑战我 我的意思是说 一般来说 孩子他会有想法 他是一个OK的 他有想法 那他有想法的时候 就会想要表达 从婴儿时期就要表达 你懂吗 可是他有很多时候表达的 不切如意的时候 我们就纠正他 有没有 比如说 你不可能在这 这样一直走 这个场地 你一定会纠正他 那可是他其实在表达一个东西 我们不知道 可能很小 好他在表达 那你就纠正他 好 那这是一个场景 另外一个场景可能在你家 在餐厅在哪里 你就有场景表达 好了 那他表达之后 他就会受到约束 那他所以从baby 其实他就有他的想法 跟他的意见 好了 经过长期的训练 练习之后 他的东西一样 他的大脑就告诉他 这里不能 那里不可以 有没有 他就固定了 他那个cycle就出现 那你就会发现 他很是 想 就是他会知道 现在该做什么 好了 那我们的期待 就往上push了 对不对 因为他进入学校 就push上去了 一push上去 最明显的东西就是 你要做功课啊 有没有 然后功课做 再push上去 你要成绩 OK啊 那每个人的OK程度 不一样了 然后再push上去就是 你要得点什么奖啊 可是你心里 那个越来越后面的程度 你就不敢再讲出来 可是你的肌肉 就开始告诉他 你的眼神 这样子 好了 那他这个时候 同时他也在长大 对不对 他就开始发展 这一块自我的东西 到高峰期是 17 18 19 那你注意看 这时候 他是落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 读大学 对不对 考试 他刚好落到这一段 那他落到这一段的时候 请问爸爸妈妈 你们会不会参与 会 因为很重要的人生阶段 非参与 不是父母 对不对 一定有意见的嘛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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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那我们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 我们说了 我刚刚说事就这样成了嘛 那么事成了之后 他参与度 不知道有多少 我就不晓得 可是因为我刚刚已经说 他的里面发展是高峰 可是现在如果他的参与度不够 他是因为你的意见 而照着你的意见去走的时候 看起来也是OK 因为他可能在我们的眼中 他就是一个还没长大成熟 负负责任的孩子 对不对 我们就很想说 嗯 我们如果安排这样子的话 就培养他的责任心 有没有 我们会有一个期待 对不对 爸爸妈妈 责任心 没办法在这个时候培养 你懂我意思吗 他是追溯到更前面的 他的 更前面是他的安全感 就是他跟你住在一起觉得很安全 那他的安全不是说 哪有吃饭 哪有请三 的那个安全感 他是心里的脑子里面的东西 他的安全感的东西是 不是我们想象的 是我跟你在一起 是舒服的 是可以交流的 他里面会有期待 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听过 或是很少听过 我们比较少看过 有12岁左右 小六的孩子 他有没有跟你讲过 妈妈我觉得你这样子做不好 你对我很凶 有没有听过 有的有的没听过 就是说他会表达 在小的时候 小学那一段时候 他会直接告诉你 他要的东西 跟他觉得不OK 不舒服的东西 就是 好像有一个妈妈 就是说他什么 他就说他的妈妈 都不会小 他妈妈说 我本来就长这样 然后他说 不是妈妈 你还是可以笑 他说 我再怎么笑 我都是长这样 这样子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他其实对妈妈有期待 可是他后来 进到13之后 不太会说 这一类的东西了 因为他关起来了 他现在在发展别的 他发展别的东西的时候 这一块就回来了 那一回来之后 我们就以为 还好现在不会一直念 一直讲了 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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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他那个就是一个期 一个期一直过 好了 那他现在又回来了 他17 18发展到高峰的时候 没有参与到任何决定 他人生大事的这个过程的时候 然后他就出去了 或是他就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 那他就开始什么 沮丧 我刚刚已经说 只要他的自主权没有拿到 拿到就是这个意思 他没有参与到的时候 他会沮丧 他一沮丧的时候 会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大三角形的最底层 就是他的恐惧会出来 他第一次在人生里面 体会到的害怕 是在那个阶段 那那个东西会twist 会扭曲 因为其实是婴儿时期的害怕 他一过了之后 请问我们现在不会记得 对不对 你会记得你肚子饿 你妈妈没有给你饭吃吗 不一定记得 一点点 或是你可能更大 还是没有饭吃 那就被虐待 很可怜 那我现在说的是说 他那个是童年的记忆 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了 他变成在底层 所以我们发展出 今天的人格 就是非常的 是大体啊 会应对啊 有没有 他们这一代就不识大体 也不会应对 有没有 为什么他那个东西是满足的 好了 那现在再回来 他现在因为高峰期 所以他会跳回去原来的最底层 那他就扭曲了 因为那个应该是没有记忆 最下面的东西 可是他现在有记忆了 他的记忆是什么 你对我不好 你对我不好 好可惜哦 好可惜 意思是说 他不会嘴巴再说 可是他会放到里面去 就是说 你怎么会对我不好 如果我是你的孩子 你不是一直爱我 你弄 他没有讲 可是他跟我们讲 好 那个是另外的 那我现在就是说 他发展出这个时候 他扭曲 那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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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妈妈是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的时候 他因为扭曲 因为他已经有意识 就是说他知道 那他一连结他过往的经验 因为是不安全的 有没有 小六的时候 他说妈妈 你不要这样 妈妈就是这样子 你怎么样 有没有 那他就连结 他一连结之后就扭曲 一扭曲他就确定 confirm说 嗯 跟你相处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就在里面 这个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 可是他那个感觉就在里面 你就开始发现他沮丧 那沮丧的第二个symptom 看得见的症状是 他会在课业上面 开始比较放纵 进到大学之后 你很难control他 他可能不在家 他可能在外 就是他可能有 你比较开始失控 那这时候我们会比 更有戏剧化的东西会出现 他偶尔碰见你的时候 你可能就哇 就很会演 那一演的时候 他就更确定 所以他那个就纠结一直在里面 好了 这时候你要送他出去结婚了 就觉得试婚了 对不对 熬了几年之后 你就觉得时间差不多 又评论他 就是你这个样子 有谁会要呢 第一种 第二种的评论就是说 你这么好 怎么可以要那个呢 这第二种 就出来了 很多的条件就开始出现 那这些东西好像电脑一样 一直打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因为他之前已经关闭 对不对 他关闭 所以现在你给他评论 他那个管道已经差很远了 就是更难去接受他的时候 他那个东西就越来越下去 越来越下去 一就是他听你的 whoever你介绍他 OK啊 就去了 这是一 然后你就觉得说 啊很好 你看到结婚 我告诉你 也是我安排的啦 这样这是一种 第二种 就是他跟你唱反调 他那个peak的东西还是要出来 这个就是这个孩子的智商非常的高 他跟你唱到底 我跟你讲 这时候就很可惜了 因为呢 为了唱到底 他不惜牺牲他自己的东西 哦 这个真的是代价太大 你懂吗 爸爸妈妈 我真的看到这个都会起 就会很同情他们 因为他那个是一个纠结的东西 一个扭曲的 可是因为你说这个好 明明他也知道这个好 可是他为了你 他就是要那个 你懂我意思吗 他会这样子 那你push到他这个顶点的时候 你牺牲掉的是他的婚姻 还是你的孩子 他还是你的孩子 终生不会变 可是你就常常要听东西了 因为他是为了跟你唱 他会后悔 35岁的时候 他会后悔 然后他会说 早知道听爸爸妈妈的 可是你知道这件事教会是 哈 对不对 你听了爸爸妈妈现在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你不能怎么样啊 那你就忍耐生换耐 换耐生老恋 你就 然后也是上去了嘛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就会可惜 就是说他的人生不用走到这个地步 可是因为我们push他 那那个push你要想 今天 今天的两个小时 其实你真的要问一句话 就是说 我要到他什么时候 我愿意当他的朋友 这样子 常常问自己这句话 然后从之后 只要我们看见这个孩子 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 哪怕他现在还跟你住在一起 或是他偶尔跟你住在一起 你只要看见他的时候 你就要提醒自己说 我现在出来的东西 是朋友的东西 还是妈妈的东西 你要问自己 你这个做法很重要 是帮助他进入婚姻 因为在婚姻里面 中间坚强的弟兄姐妹们 进入婚姻之后 如果我们跟我们的配偶 没有朋友之间的友谊的话 那要一直走下去 有他的挑战性 但是我们很好讲 就是说 只要挑战 你就忍耐生 让你老年生 换耐 你就又生 就上去了 所以就是说 你还是有方法 只是说 主耶稣给你的life 可能不一定 一定是要这样子啊 可是因为你的大脑机制固定嘛 为什么 因为他被爸爸妈妈影响 也就是说 爸爸妈妈 你们今天在家里面 你们是中间 对不对 又是很棒的中间 我真的很欣赏你们 你们这些中间 所有夫妻之间相处的东西 一幕一幕是印在他的 头脑里面 那个就变成他第一次的 大脑机制的固定 就对婚姻的固定 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其实 一出现在婚姻里面的东西 是远远本本 我们在跟配偶相处的东西 你不用惊讶哦 是一样的哦 你现在可以回想一下 你今天跟你的配偶 在相处的时候 很多是不是像 你自己的爸爸 或是自己的妈妈 他会有一个固定的循环 那主耶稣给我们 这么多的智慧 爱 其实是向我们 不断的去突破 应该一代一代一直上去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 只是我们练习不够 就是神的话 没有不会变 不会不用动摇的 可是我们可能练习不够 才会一直又纠结在里面 然后现在我们对自己的孩子 也是同样的东西 进去的时候 你不要想你光是教他 他用看的 他几岁看呢 十岁之前看 你们之间的关系很重要 真的 要打架要大一点 等他大一点 你们再打 可是呢 前面的十年要忍下 因为那个会进去 一定进去的 他看见那个模式 你懂我意思吗 比如说你 你妈妈讲 不是你妈妈 就是你自己讲话 always 只是很大声的在家里面 而且是隔着厨房两个门 出来的声音 你知道他 他就印进去了 就是跟女性的沟通 是这样子的 你懂吗 然后爸爸可能就一直躲 一直躲 一直躲 就是 哦 这样 有没有躲 然后爸爸有时候 还演给小孩子 看说 从这边进 从这边出 全部进去了 都进去了 然后他现在大到要 进入婚姻了 同样那一套会拿 一进去就跟他的太太 没有话讲 他们会相爱一阵子 会 可是 我们到中间的年纪之后 请问你 对吧 对吧 你经过的婚姻 对吧 对吧 因为有录影 我不能讲什么 你知道吗 你们以后不要录影 就可以听多一点 我今天收敛很多 因为我讲话很快 可是因为我一直提醒 自己有摄影机 所以呢 我就 就是我只能够 这个啊 那个啊 这样子 或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你自己 很知道婚姻的 中后期 其实是 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不是要 做任何的评论 因为评论里面 就没有爱 可是我是想说 真的我们互相去学习 就是说 他那个 他那个友谊的东西 如果没有进去的话 其实他会是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点 因为会没有话讲 他会没有 共通的东西 然后外面的书 就一直教我们 培养共通的兴趣 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你看电影 看回来还是吵的 只有那两个钟头 看电影 不会吵而已 那是因为不能吵 那个黑暗黑暗 那你要怎么吵 人家也给你吵 你因为不能吵 所以你就觉得 拍电影是不错的地方 回去一样 也是不讲话 或是大叫啊 就是你知道吗 他那个就是 共通的话题没有 可是那个话题 真的不是你 后期才培养 它是追溯到 童年的回忆 就是你现在 自己的父母亲 的婚姻状态 你回忆起来的时候 你小孩子 看见的东西 其实就是那个东西 就是那个样子 那那个东西进去了 所以你带进你的婚姻 而且是不自觉的 因为大脑什么 有机制 它是固定的东西 那如果不经过 差异的学习 它永远是固定的东西 你永远讲话 是一个样子的 那个线条 是一个样子的 所以你才会说 我跟我先生 跟我太太很有默契 我只要这边 绝一下 他就知道 什么事情不能做 我这边哼一下 他就知道 要去哪里 你们都很会演这个 就是说 那个对啦 那个就是你的生活 可是呢 它就是 它其实可以提升到 神的东西进来的 那个境界 那我现在不要讲大家 因为我对你们很有爱 那 真的 我对你们很有爱 所以很多都不忍心 再讲下去 所以你们就要去想 我今天其实对的是我的孩子 我要看见他 你这么培养他 你不是想看未来吗 对不对 你哪里只想看他 弹钢琴弹第一名 哦好了 我不是你妈了 不是吗 你就是很想看他 有好的未来 可是好的未来 不是停留在16岁耶 好的未来是 一辈子耶 哈喽 你们真正爱他 要给他很真实的价值 你让他看见那个价值 是什么东西 那请问你 你今天的价值是什么 假如你是看水水的 非水水的不能去 不好意思 到我们这个中间年纪 我们的水都在里面 拜托的 知道吗 对吧 我们会肿的 我们 我们会 就是 透过岁月的那个 磨练 我们会 产生新的形状出来 会的 真的 你再怎么保养 我告诉你 你像 你再怎么保养 你再穿旗袍 你23腰 18腰 你 我不要说了 就是 你就是这样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今天 如果你是一个母亲 一个爸爸 你真的说 我的孩子 一定要水水不能去 我觉得那个价值 可以考虑 我不能说一定不行 因为可能真的 水水很好用 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 那是一个价值 另外你就要去想 你今天给他 看见的价值是什么 那因为明天 我要讲给他们听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的 我一样会骂他们的 真的 可是我们就是 一起学 就爸爸妈妈也在学 孩子也在学 那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大家庭 我们就是互相在学习 很高兴 感谢主 这是主给我们的机会 学习的 那可是爸爸妈妈 真的 你要 你给他的价值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我几个案子 我几个案子 医生的 很多案子 医生 他就说不小心撞到了 你怎么知道 你于心何忍 我不忍心 你怎么会忍心 你怎么忍心 只让他看外面的东西 你给他什么 你懂吗 我很 我很焦急 就是这样子 然后 还有case 我现在只是说 他还是一个人 他有个性的 他不是24小时 在那边一直弹钢琴的 你刚才在那里 看上去 当头门 弹钢琴 这个好 这个好 然后就一直的 找没人去讲 OK 可是他不是24小时 他不是机器人 他不是24小时 他也要煮饭 他也要照顾孩子 什么的 那就是有人的东西 会进去 很多很多的case 男生也是一样 看起来 也是 不错 一表人才 你们既然都是看一表人才 跟水水 应该买 不然你们看什么 你们都很 你们都很会说 不是不是不是 你们看什么 就讲不出来 信用好 你看得到信仰吗 人家圣经说 只有神看里面 对我们也看不到 所以我们只能看外面 信仰好 那个是一种表现 教会的是一种工作 一种表现 表现的东西 也是会变的 真的会变的 我们不是 我们只是凭良心讲 就会变的 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保证的东西 所以请问你到底看什么 你今天要问自己 然后回到家 等下吃晚饭的时候 跟你的桌友讨论 你看啥 我看啥 交流一下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看什么 那你不可能靠老师教 老师说这个 你一定在想 那是你没读到的 所以我一定不会讲答案的 所以想一想看 你真正要什么 那个会带给孩子 进入婚姻之后 他要的价值 所以从这边去讲 你就要去想 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什么东西是会变的 什么东西是不能再培养的 什么东西是可以再培养的 你去想 这个问题 一个人里面有爱的东西 是已经培养过的 他只会越爱越爱 爱的东西 一个人的漂亮 是可以培养的 所以你如果要的东西 是可以培养的 那个就会变 会随着岁月而改变 那个就不是价值 可是如果你要想看到的东西 你给孩子 最重要的那个价值 是已经培养过的 是不变的东西 那个东西要抓住 比如说一个姐妹 温柔 温柔 你去观察她的温柔 温柔是已经培养过的东西 因为要培养出温柔 她必须经过许多的患难 培养的温柔 有这样的好姐妹 如果你看中的是这个 你传递出去脸部的线条 告诉你的宝贝 英俊的儿子 就是温柔 是第一要紧的事 剩下的 她会不会煮菜 培养啊 你可以培养 她为了爱你就培养出来了 真的 我有一个case 什么都不会做 可是因为不够优秀 胖子那么大 啊 这样就让险柔都嫁不出去了 这样 但是她实在 也不能参与什么算公 因为不知道什么外形 也不能参与 我也不知道 但是她很会照顾老人 看到老年人的时候 会牵她 会帮她 会 我觉得很美 我觉得啦 不好意思 我个人觉得很美 结果 她不会啊 她其他都不太会 就这样子 你就是选嘛 你要怎么样的嘛 好了 后来她真的进入婚姻了 她的先生 安刀 每个人都不看好 想说 天哪 王子 怎么会 什么 跟什么 我也不知道 就是这样子 就是悬殊嘛 人家现在 为了爱她 那天哪 都会散开 拜托 打扮 这个就是可培养 你懂我意思吗 这叫可培养 可是温柔的东西 爱的东西 不可培养的时候 你说 婚后我来感染它 不要做梦 人的个性 不是用感染出来的 是她跟神 直接的东西 感染不到 所以女性的朋友 妈妈们 你们一定要记得 你们唯一可以 改变男性的时候 只有那个男孩子 是baby的时候 你叫他左 他就左 你叫他右 他就右 他后来之所以 会左跟右 是因为他跟现实 是分离的 要注意哦 不要做梦 很多的男性 到了中间的时候 45之后 到50的时候 会产生新的 一个东西出来 就是他重新去剪 哎哟 这边的眼神都好犀利 他会 他会很认真的 可是他不会告诉你 他会很认真的 在他的脑海 心里 不知道哪里 就是里面 他会不断的去检视 你是那个对的人吗 这样子哦 可是重点是 他不会说 他还是回来 他还是吃饭 然后他第二个 会检视的是 他的工作 我要不要继续这样子 他会检视这个 所以他中年的人 到了这一段时期的时候 很多外面的书 是告诉我们 是一个危机 他不是一个危机 他是一个发展 他是一个发展 他是一个过程 这一段会过去 结果他这一段 发展出来的时候 请问如果我们不晓得 我们依旧的照着 自己的大脑模式 去跟他相处 会怎么沮丧呢 会下来 因为他正在发展 所以他这一段时期 我要帮你们说话了 这一段时期 是最需要你们的陪伴 跟最需要你们的话语的时候 你们要说话吗 不要只跟孩子说话 要跟老公说 很重要 今天怎么样了 可是一开始 他不能习惯 因为你从来没有这样问候他 所以他一开始 他会觉得你有病这样子 五次 一定要练五次 五次之后 他会进到他的大脑 觉得说 嗯 something happened 不一样了 然后你就用你的行动 那你就要 你就忍耐 生脑恋 脑恋 就一直生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是他的发展 你要陪他共度这段时期 这段时期 他 你说是危机 我是说发展 可是他的发展 可以变成危机 就是说 他可以做出一些新的决定 那这个就是我们会紧张的 你们都不会紧张吗 会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只是插着腰 这样讲话 不行的 不行的 然后他累得很累哦 进来 然后什么什么 他 没有功劳有苦劳 对不对 你们真的很伟大 等一下我再讲你们 他们真的很伟大 那这时候要陪伴 陪伴 陪伴他 陪伴男人的陪伴 一定要用言语 跟肢体 只有这样子 你不用他买礼物 没筷子 因为他自己买得起 你懂吗 不要买东西 不用学外面什么 送卡片什么什么的 不用 语言 那你的语言 是出来什么 这个嘛 你有 你不用读圣经给他哦 我比这个的意思是说 你因为被熏陶过了 你被熏陶过 你出来的东西是带着恩慈 带着怜悯 带着爱 带着你的脸部表情 所以讲到这边 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孩子已经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 因为这个时候 他已经到了二十几 他已经发展出来 你不要再一直去讨论他的事情了 你其实这时候要转到先生这边 那先生一样 他们这一代的女性 比较特别 因为他们的起伏 不是非常的明显 就他们起伏 因为他们的神经线路的回路 比较多 他们有很多管道可以出去 那他们的左脑大脑 跟我们也不一样 只因为不一样的时候 他们很多是用 同步双层轨道的发展出去 他可以同时想很多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 我们男生跟他们讲话 有困难度 因为很挑战性 因为我们的东西是 没有线路 是值得 所以就会说 你是怎样 如果问到我们 你是怎样 我们就会说 我就 就这样子而已 我们就觉得不够 对不对 反过来 你是怎样的时候 我们很直接 你是怎样的时候 就昨天 昨天就这样 今天早上就这样 中道又这样 不过我是问你是怎样 昨天就这样 今天就这样 我们会 我们因为是交叉神经态 是那个叫什么 同时进行 我们会叙述很多纠缠在里面的情绪 从昨天晚上累积 可能从上个礼拜累积过来的 那先生没有办法听 对不对 因为 你是OK还是不OK 只要OK 不OK而已 不OK我们就处理 不OK OK我们就OK 他们很简单的 可是我们要 你知道你们儿子 怎样怎样 我们儿子就怎样 怎样 还那一一一 他就 就好了 所以你就知道 他那个交叉的 线路不同的时候 所以先生变成 我们的练习 因为我们是固定的机制 我们就要知道说 当他说昨天怎样 今天早上 今天下午 今天中午 晚上的时候 才讲到现在的时候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喝一杯水 不要评论 因为所有的东西是情绪 不是言语 可是先生所有的东西是言语 少掉情绪 他刚好是相反的东西 那特别在中年的时候 会出现这个高峰期 会反差 所以这时候 有的就是继续弯嘛 有的就是不再说话嘛 一有空他就不回来 我有case 男生不回家的 想办法加班的 每天很忙的 你以为他赚大钱回来 No 他只是不要进来 又是昨天今天 明天后天 他不要一直听同样的东西 他宁愿静一静 在Starbucks遇到我 这有录影不行 所以你要知道 就是说 男生有的是这样子 那女生呢 她守护她的城堡 家是她最重要的地盘 那家里都很温柔的 有没有 但是在那个城堡里面 你爱留意 因为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造成很多的压抑性格 比如说 先生他就觉得说 我太太怎么都是这样 可是他就 没关系 反正都跟你结婚了 也不能怎么样 我也不能对你怎样 放放放放放放 那太太也是这样 我先生都这样不说话 没有什么 然后太太说 没办法 我们也只能这样 通通放放放放 OK 你们现在放都OK 因为荷尔蒙还够 45都有 50也都有的 那个更年期过都还有荷尔蒙 荷尔蒙是大脑机制的这一块control 你的情绪跟行为的这一块的那个运转 是OK的 什么时候会冷气 你知道吗 65回 所有就冷气了 一松掉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整个反扑回来 很难相处 你们有看过吗 上一代的 你有看过 你看到那个妈妈 明明就是非常的 亲切亲切 65已过 哇 他先生可以压他很久 65他上来了 他松开了 整个松开 他要控制都控制不了 他啪一下就可以出来 所以他那个就是一个过程 那抱妈妈 我们今天看到说 某人某人 你看到上一代 你就 希望我们老不要这样 会 你会这样的 因为呢 你已经看到你的未来了 因为呢 他们是压过来的 你现在也是压过来的 在主的里面 为什么要压呢 对不对 主都告诉你 清新土意给我啊 对不对 那你怎么都 没有清新土意 还是你清新土意 又吞回来 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 你有那个机制 很特别的机制 教会里面的人 那个精神的状况 都不是太好的 这有录音 今天一直要 不能讲这些话 就是说 他那个 因为他的压抑性太强 然后呢 他又有一套机制 他的系统等于 比如说你电脑 放好几个系统 一起跑 容易当掉 有没有 当机 你们会玩电脑的 要装这个 又装这个 教会有一个机制 婚姻有一个机制 那个机制都是什么 不能回头的 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只要有东西 可以让你回头 你会用到这样 怪怪 对不起 对不起 就是说你 你今天应该走得很好 这样子 可是因为他今天机制很强 有几个大型的机制 很强烈的时候 你就变成就是 你过不去 还是要过 那你就一直说 啊 这是主给我考验啊 考验 主没有要 一直要考验你这一块 没有的 因为主给你的 一开始给你 你不是当当当当的时候 就是说 啊 感谢主 这是主 下心的意思 的机意 你怎么成几何时 二十年之后 没有话跟他讲了呢 那和神的旨意 应该一直走会更好 对不对 可是呢 他就是因为这样子进来 那因为他的差异性 我们认识之后 他的差异性 有 他不可能改变 因为这是神创造的美好 所以他变成要交流 要交流 那交流有方法 那就是 我们提到这边 就是给大家这个想法 就是他要有方法 那有方法 你们都这么聪明 又这么会求知 你们应该会有很多 小的方法啦 大的方法 好的方法 等等去运用 但是最好最好的方法 建立家庭祭坛 一定要有家庭祭坛 现在的社会太忙碌了 你知道你的家庭祭坛 是帮谁吗 帮你的孩子 我刚刚已经说过 你在家里所有做的东西 他是印进去的 你希望这个孩子将来有价值 有东西 能够抓得住神 只有从他看见之道 但是不要忘记哦 假如我们忽略了 他没有看见 他还是OK 这就是神伟大的地方 神会亲自教他 可是神亲自教的时候 有时候比较痛 你懂吗 就是孩子会经过许多的患难 考验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心痛 对不对 可是我们能够尽的责任 其实做得到 就是你建立一个家庭祭坛 15分钟就好了 再忙你15分钟 你不要去找他来 已经18岁 不要找他来 18岁 你们两个自己家庭祭坛 让他看见 他第一次看见不屑 他第二次看见觉得你有病 他第三次看见觉得你疯了 第四次看见他觉得 诶 那这样 第五次看见 哦 第六次看见他说 啊 就进去了 那进去之后 你邀请他的时候 就容易很多 可是他如果还是不被你邀请 OK 因为他自主性是在高峰 你强拉他坐进来的时候 就是让他什么 不准有你的想法 你只要一不让他参与 他就沮丧下去 所以他就是一个互相的东西 那妈妈爸爸你们可能会问 啊 难道就这样放任他吗 不是 是暂时的 让他做他自己 那为什么你有本事跟本钱 暂时让他做他自己 因为他12岁之前 你都教了 你今天只要回想 假如12岁之前 你没有教过他 那 真的啦 主会帮助我们的 真的真的 为什么 因为你有心了 你有心 你以前打算这样 哦 我要求这个 求那个 没有 你现在因为打算有心 就是说 哎 我错过一个东西 主你帮助我 我不知道 因为 主一定做到 无心的东西 不小心 miss掉的东西 哎 犯错 他说罪人 我都接纳你了 何况我不小心嘛 对不对 miss掉 你对神要有这个信心 miss掉 主 我miss掉 现在我看到孩子 不是那么OK 主 我要靠你 这样子 你示范给他看之后 他就进来了 主的东西就是这么神奇 你一示范 他就进来 所以谁重要 父母亲重要 不是孩子重要 孩子再多的问题 都是从父母下手 就会跟着变 你有那个信心的话 主会让你看见 你的孩子 未来的东西 这样 哦 哦 OK OK 明天呢 我会教训他们 那 所以请你们放心 一定好好的教训他们 然后呢 叫他们要孝顺你们 然后要 明白你们的辛苦 所以你们如果家里有孩子 你就叫他 去听 啊 如果明天他没空 怎么样 强迫吗 No 因为十八十九已经上来了 他不要 OK 你介绍他 你今天听到什么 就好了 这就是一个管道 讲自己的故事 不要讲他的故事 哦 这是一个技巧 OK 好 弟兄姐妹 前辈 老师 哦 我今天 我今天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因为 好多我的老师坐在下面 我实在很紧张 我没有上过 上完 后面是十的 哦 我实在是 扣子 忍耐生老练 那么呢 感谢主你们给我一个机会 希望 我们以后 明年还是什么时候 主耶稣再给我们机会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聊天 切磋 学习 其他的东西 因为人生东西是一直学习的 一定要记得 他是一直在学习 他没有一定是这样 只有真理 没有变 一定是这样 可是 至于生活的方式 方法 他是 是可以变的 是学习 透过学习来改变的 互相勉励 好不好 那我们是要交给 我们的器长 那你自己祷告 感谢主 对不起 非常的精彩 我们掌声给他